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是练过六年小学练到初中一直在练体育 还学过什么呀 学过那个美术 吉他 还有音乐之类的 那你最后报考的这个专业音乐表演算是兴趣使然吗 是 说一说 当年其实我学体育的时候啊 家里没有反对 但是音乐的时候反对了 为什么 就一个是音乐比较烧钱嘛 另外一个大家觉得你学音乐你能有什么出现 就为了证明自己 然后我上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一个暑假 我自己就是打电话报名了电视台的一个音乐比赛 然后我自己就去了 去了以后参加了那个比赛 然后全国就放出来了那个节目 然后家里人看了 哎 还可以就同意我 拿名次了吗 没有 没拿名次 当然 一般没拿名次的电视不会播呀 播来啊 咱这遗憾退场也会播一下 你看 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就因为这个就开始学习音乐行业 然后一直就是毕业 然后包括工作都是在从从事这个行业 你这个是17年到影视城当演员 你当时毕业了吗 没有毕业 在实习 然后去了以后就开始正式的工作 正式的工作就是我的一些那个音乐啊 然后当时去了以后还要参加一些主持 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一些那个原创的音乐作品 介绍到 有资料吗 带来了吗 有有有 我们赶紧看一下大屏幕 这下我的专业 来 谢谢 我拖你心一心 没空和你讨论你口中的浪漫爱情 我想说随便你 想怎样都可以 但事情保留我心里 藏着一个小孩的权利 现在是凌晨13点 一个人互变身影的眼 穿过南南的女街上夜间 到你调起了时间 很好听啊 而且背景音乐都是你的原创作品 对对对对 选了一两首原创作品今天拿过来 等一下 问一个问题 你讲的原创是自己写的还是自己唱的 自己写自己唱自己谱曲 你刚才背景那个凌晨13点的歌是自己写的吗 对自己写的 好棒 好棒 这个特别显着你有内涵 你有才气 而且我觉得你里面造型都好好看呀 然后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荣誉 有的 就是刚才那些都有看 原创大赛的奖项 然后那个辩论赛的一个奖项 然后包括跟那个明星同台演出啊之类的 就很多 挺多了吧 那这么多奖项里面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 让你觉得最引以为豪的一个奖项 引以为豪的话 那就是第一次参加原创音乐大赛 那时候还在上学 然后他也奠定了我后面就是做原创音乐 因为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活着的话 他要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的话 你光唱歌你没什么 你要有自己的作品 比如说当年有一首歌叫做 遇到很多困难 你像那个大家遭受灾难啊 人生不如意了 你有一本书或者是一首歌 它激励着你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我觉得写这首歌就是有那个价值在 撒回事我的情绪 我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特别理解全群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孩 她也很感性 她会被音乐带进去 像《水手》啊 还有一些很多的歌 那些歌的背后 都是蕴藏着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我这个人比较敏感 突然想到那些悲伤的故事 我就在台上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音乐这种东西就是 大家可能在现在社会中 没有那么多要倾诉的人 自己的一些感情没有地方去抒发 但是有一首歌可能就是 你一听想起了我的过往 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去面对 就很激励我 我觉得就是很棒 然后我现在写的一些东西 也是表达我当时的一个情景去抒发 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感同身受 对啊 就是唱出你曾经的一种感受 对吧 好 尝尝 你既然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唱的这么好 我想问问你 你最早唱歌是接触的哪个门类 我最早唱 学的是那个美声 美声 嗯 给我们来两嗓子行吗 好吧 来 大家掌声欢迎 很尴尬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好 刚才有点影响 刚才哭得有点影响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流行音乐的呢 自己喜好 就是上学以后接触流行音乐 年轻人嘛 就是可能会喜欢流行一点 就喜欢了 今天你来到我们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什么岗位呢 想找一份传媒行业 或者是新媒体行业相关的工作 好 有意向的企业吗 就是说合适的企业 就是大家如果招那个新媒体行业 有港 你就都考虑 都愿意去 对 都考虑 是哈 期望薪酬要多少钱 第一点一万家 一万家 嗯 好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想就是最好是在深圳 为什么只在深圳呢 其他地方也考虑吧 就是具体还是看就是 岗位 看给多少钱 发展和行为 发展前景 好 来吧 有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 耶 十二盏灯 都为我们的猪圈圈留下了 接下来进入到她的今天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技能展示 你要干啥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老师 有没有自己喜欢听的流行歌 有 那我说了 喜欢五百 不是 她的声音 我感觉像 张亮影 其实你唱 你唱王菲的歌也会好听 对 对 王菲的歌 随便选一首王菲的歌 唱一个片段 叶总可以跟我一起唱 你都说了 可以 可以 她就喜欢跟王菲对称 来 我们掌声欢迎 哇 上来就唱 老师要我给个钢瓣嘛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哪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哪里游荡 人来人往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点评一下 人家 不是 他这个我没话点评他 我就是一个卡拉OK级的 他是一个舞台一个演出级的 要这么比我觉得是这样 谢谢 谢谢叶子龙 非常好 谢谢叶子龙 虽然说歌唱得挺好 但是到了第二环节 既然大家都留灯了 说明企业家不仅支持你 喜欢你 也更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份岗位 光靠唱歌可就不够了 这个时候要拿出真才实学了 你今天来找的是传媒或新媒体的岗位 那我想问问你 你之前除了演员那段经历之外 你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有做过 什么时候 做过哪些 那个传媒行业 就是新媒体的行业的话 就是说像一些短视频的一些策划 然后一些拍摄 还有一些直播带货等等的 就是如果 都做过 都做过 拍的是短视频还是广告片 那个小视频 短视频 对对对 今天其实就是如果来面试这个行业的话 就我尽量就是说能拿自己有的东西 干说可能大家不了解 你要不然干脆就在这儿 接下来 咱们模拟一段这个直播带货 行吗 行 这个现在是大家最熟悉的了 也行 直播带货带什么呢 带什么 想一想 薯条 美容仪 美容仪吧 你了解in face吗 洗脸仪 对对对 好你听说过我们家是吧 是 是是是是 有看因为在深圳嘛 对在深圳 对 来 我们接下来就请求职者朱圈圈 来即兴的模拟一段直播带货 OK 现场的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啊 那今天大家到这里呢 有没有想过过几天的情人节 要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呢 去年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啊 你送了她一朵康乃兴 那今天打算送什么 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皮肤暗黄毛孔粗大 而且还有黑头 如果大家有以上的烦恼 那就是你今天刷到我直播间的原因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推出了一款 来自米谷智能的我们的截面仪可以解决大家 皮肤暗黄毛孔粗大 还有大家这个有黑头的一个问题 不仅如此啊 大家可以把我们这款截面仪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送给自己的妈妈 更关键的是可以送给自己非常的物超所资 当然了今天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呢 也不让大家白来 今天我们所有米谷智能的旗下的一个产品 全部给大家打九折九折的一个优惠 大家就可以买到这么物超所值的一个产品 平时最低的是有八折呢 九折不算低啊 今天我们全直播间给到大家七折的一个优惠 我跟你说 前两天我看萧总在非你莫属的那个直播间里头 五折就可以 五折 那当然了 那我们今天我 萧总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的现场 五折今天卖不卖萧总 嗯 我不信 你有能耐你让萧总在直播间现身 半价 半价给到我们直播间朋友的一个优惠 这个优惠力度老板都来了 看一下我们的折扣 屏幕权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有幸来到这个我们圈圈的直播间 然后呢 实话说我们这个产品啊 那个科技含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是的 然后成本造价也是很高的 要是五折的话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亏本 就说能不能改 萧总 不就是五折嘛 要么今天产品五折 要不然你们 你和主播腿骨折 真的要骨折了 这样萧总 既然说大家一定要五折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啊 大家也知道是非常性价比特别的高 呃 今天如果我们萧总也来到了直播间 可以给大家五折 是的 五折的优惠前一百名 开始 OK咱们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开始准备一下 三二一 售价 我们的密不智能产品五折 我觉得圈圈就是直播的这种效果 气势没问题 对 气势没问题 气势也带起来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是呢 就是你把我请上来 可能还是要跟我先商量一下 就比如我们的底线在哪儿啊 产品确实有成本的 另外就是这个产品 毕竟不是个快销品 它还是个功效型的一个产品 其实要减技术含量 也要减技术含量 也要减技术分析 其他家卖多少 是吧 我们七折已经比其他的一些 是吧 欧美日韩的大牌 我们可能要便宜很多很多了 对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讲的 但是我觉得 是吧 就是随机选的 就是你推达出来的是个好东西 这件事最重要 对 是个好产品 所以你要介绍产品的性能 直播不能一个劲地打折 真的会骨折的 其实我觉得确实有几个好的优点 第一个确实是 我觉得他的现场互动感特别好 特别带节奏 带气氛 这第一个好处 第二点呢 我是觉得说 其实你是能够 就是很灵活的反应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打折 你把那个肖总搬上去了 其实我一件事有优点 就我对自己这一段 还是非常认可的 因为就说到价格啊 之类的那些问题 然后肯定是说 如果真的直播带货 他都是会提前协商好的 我最作为一个临时上来 没有协商好的话 就是说 他可以在台上 可以是一个协商好以后的 一个成果 这个反正就是怎么说 都没有办法去衡量 就他目前现在的能力来说 他刚才即兴展示的这一面 我觉得挺好的 对 非常棒 但是你要用入职以后 你现有的成熟主播的标准 来要求他的话 他肯定是有很大一部分的 要培训的 所以他不就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了吗 对吧 大家要看 他是不是身上有你可挖掘的 潜力和才华 接下来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 朱圈圈的职场情商如何 你被你的领导安排相亲了 你会怎么办 我可能是职场情商课是吧 对 因为我没相过亲 然后我可能会去 好 那我接着你这个选择 可能就是你相中了 或者没相中 前一条件是我们假设 男方对他都认可 那你要没相中这个男孩 你怎么跟领导说 我直接跟领导说没相中 因为既然他给我安排相亲 所以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我大侄子思琪哪儿不好 42年单身了 和纯洁一小伙 哪儿不好 你相不中他 朱圈圈 你还愿 你还要在公司里待吗 领导因为他是你的大侄子 你就不要拿我去祸害他 哦 他反应真的很快 他反应真的太棒了 他反应真的太棒了 来 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我觉得那个 圈圈特别有意思啊 这个 反正你的情商没考出来 但是考出来你的反应力 然后前面就是你的性格 就很直率 你让我去 我好奇我就去 他没有就是让你 就是你是一个简单的人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当然咱必须得承认 这姑娘在新媒体领域 经验是欠缺的 需要各位领进门 然后好好的打磨她 12位写家做选择 一半一半祝贺朱圈圈 进入到谈前补上感情 耶 来 先从韩一开始 有请韩一 太太叔叔给你的职位 是总助的职位 哇 跟你想象的新媒体不太一样 除了会给你新媒体的工作之外 还让你参与到一些公司运营 和商务接待里面 哦 所以是个综合岗位 是总助 薪资是一万二家 哦 底薪就一万二 但不做地点的上海 前天我就特别喜欢你啊 我喜欢你身上这股宁性 呃 然后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威望传媒的这个 短视频运营 一点在北京 薪资是一万家 好 谢谢老师 萧音 Infix是一家国内知名的 也是一个新锐的 一个美容仪器的品牌 然后我们是小米投资的 小米生产链公司 那么我现在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是官方媒体的主播 包括了一些这个短视频啊 还有各大的这个新媒体 那么同时呢 也包括我们官方的一些 这个公众号啊 的一些策划 那么工作地点在深圳 我给的这个待遇是底薪一万二 然后再加上一部分的绩效提成 包括直播带货的提成 谢谢 谢谢老师 大林天地呢是一家数字化品牌 营销公安公司 我们主要服务的是上市公司 我给你的岗位是直播策划 是一万家 崔生生呢是现在的一个 新进的网红品牌零食 酥脆薯条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的 进军新媒体行业 我们现在需要带货主播 我们给出的底薪是一万块 肯定是有销售提成的 工作地点在天津 这是我们天津的明星企业哦 我们是月苗AI 专注于门店智能化和无能化的 然后我给你的岗位是 新媒体的 新媒体运营 加这个 这个我们抖音的直播的主播 好 六个人六盏灯 但是我们只能留下两个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灯 请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请萧音和韩依走上竞产台 来圈圈回到我们的台上 我们先从韩依开始 来 有请韩依 那泰坦书科呢 现在在国内二十个城市有子公司 做的产业 你可能现在不太懂 但是你要知道数字化 是我们接下来发展的未来 一切我们所有的行为 接下来会用数据形式表达 那我们就是这样一家数据型的 对企业服务的公司 目前有六百五十人 因为总部在上海 所以我想你去到上海 能做总助 全面地了解我们的企业 也全面了解这个行业 薪资一万二的底薪 加一部分的提成 好吧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你最想问的 咱包住吧 好吧 不包住 不好意思 不包住 圈圈你好 我真的有点紧张现在 轮到我紧张了 然后刚才有介绍 InFace呢 跟韩依不一样 我们做的东西 你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就是主要以美容仪器 然后结合着配套的一些护肤品 然后去给用户 解决一个整体的美的解决方案 你的品质 然后你的才华 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是非常相符的 然后所以我非常期望 你能加入我们公司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问问题 就一个 就是官媒主播和策划 然后咱们那个视频拍摄 什么的有考虑 就是可以从事吗 你是说你想从事是吧 就是我都想做 没问题的 首先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 和专业的这个设计团队 但是如果你 你对这方面有兴趣 或者爱好 这个我们完全有专业的人 去帮你 也会充分发挥你的才能的特长 这个都可以做 没问题 好嘞 听也听完了 问也问完了 接下来考虑一下 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时间到我会问你答案 很难啊 好 求职者朱圈圈 来告诉我们大家 你的最终选择是哪一边呢 我的最终选择是 这边那个 谢谢 好 祝贺朱圈圈 也祝贺萧音 感谢韩依 来 跟两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手致意 谢谢 谢谢